有請我們內政部的代表 我們處理一下檔案 有請陳次長 您好 您好 我想請您來看幾筆土地的資料 好 我們先稍等一下 好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第一筆 南投于慈鄉現在的所有權人是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 登記的原因是買賣 好 那這個是于慈鄉公所賣給了中國國民黨 但是于慈鄉當時怎麼取得這塊土地是總登記 我可以請這個次長告訴我們什麼叫總登記 有誰可以回答我什麼叫總登記 這邊沒有任何人可以回答我什麼叫總登記嗎 這邊是有同仁來嗎 是不是容許我們再用書片答覆 我要現在就答覆 我們現在大概一直找不到我們合適的同仁 總登記就是在這個是民國39年的時候 當這個國家到日月潭這個地區看見了一塊土地 說沒有人的我給他登記起來 然後土地所有人便于慈鄉 那麼當然行政機關就是于慈鄉公所 這個叫總登記 那麼稍後如果我們內政部的同仁 如果有查到任何跟我的定義不一樣的 可以隨時在我質詢的時候 也來公開的在這邊來糾正我 第二個土地 南投於慈鄉內慈段80號 現在的所有權人中國國民黨 一樣的 民國39年7月5號總登記 取得了這塊土地 我要告訴大家 日月潭地區住的是什麼族 日月潭的周邊大部分是少族 而且在于慈鄉再往前走 就是我們的賽德克族 泰亞族的傳統領域 不能因為原住民族 不會講漢人講的話 不能因為原住民族沒有文字 就說這是無主地 全部通通給他總登記 叫做國家的地 然後賣給了中國國民黨 現在變成中國國民黨的黨產 我想請問次長 您覺得這個取得土地的過程 是合法的嗎 我想這個我覺得怎麼樣 是不重要的 但是按照這樣的這個程序的話 我們是不是在以後的這個黨產條例裡面 去把它釐清 這個我們是贊成的 好繼續我們來看喔 我們看到屏東內埔鄉水門風景段 現在所有全人是中國國民黨 當時是跟馬家鄉買的 但馬家鄉也是因為如何取得呢 是跟台糖買的 也就是說台糖賣給了馬家鄉公所 馬家鄉公所又賣給了這個中國國民黨 但我在這邊還是要請教次長 那台糖的土地又是怎麼來的 台糖它是國營事業 那這個我不知道今天經濟部有沒有同仁在這裡 它是不是徵收的 我們應該要查一下 如果它是徵收的 是不是可以再轉賣 而不是它當初徵收的這個用途 那當然這個是會有瑕疵 那如果不是它是事業的話 它是容許可以買的 如果說我們今天要討論行政院版的政黨法 裡面24條明白的提到政黨要如何處理財產的問題 為什麼內政部在今天沒有辦法回答我 我們所有目前被內政部整理出來 是中國國民黨的黨產的土地 到底是怎麼取得的 那我們這個政黨法要怎麼討論下去 原來我們如何要 原來就有一個黨產條例在並行 那黨產的部分應該在那邊去釐清 就像政治獻金法也是有一個專法 在那邊要釐清 而不是在這個政黨法裡面來做規範 政黨法是它的政黨的組成 以及運作這些基本的規範 那這個行政院版的24條裡面講的是什麼 政黨不得購置不動產 但公辦公使用的處所不在此限 所以您認為當我們在討論政黨法 該如何的修正 該如何的起草 該如何的來草擬的過程中 我們不需要再一一的回復跟反除 過去我們的政黨是如何取得這一些不當的財產 那麼我們如何沒有辦法透過歷史來回顧展望未來的話 那我們如何可以草擬出一個真正符合所有人民需要的政黨法 剛剛已經講過那是黨產條例的專法 那以這個政黨法來看的話 原則上應該是立法實行以後往後生效 對所有政黨都是公平的 那至於之前包括委員所提出來這些 是不是它合法或不合法 或者是應該怎麼樣處理的話 應該在黨產條例裡面去做一個釐清 因為它那個有屬於黨的財產 好市長可是我要告訴你 你的理論不成立 尤其對我來說沒有說服力為什麼 我們來看下一張 再下一張 好再下一張 我們是不是有一張馬家鄉的 這些我們就不跟你討論了 好 好 好 我們來看這一張 這是來譯鄉公所 這個是馬家鄉 我如果沒有記錯 那我不要講錯這個資料 好 您現在看到 您現在看到 它上面這個牌子寫的是什麼 請你仔細告訴我 現在這個牌子上面寫的是什麼 我這邊看 這個土地 這個土地 後來 在現在 在現在 我在想說 如果我們討論政黨法 沒有辦法 面對過去的話 會造成什麼問題 它現在呢 甚至 是民眾服務家 而且在選舉期間 會成為 國民黨的候選人的服務處 您覺得 這樣的一個做法 對其他政黨的候選人 是公平的嗎 是不公平的 不過我們也是認為說 在黨產條例的時候 要一併去解決 我們並不是說 這個是公平 所以你也覺得 這是不公平的 對啊 那如果 任何委員有需要 他願意租給他 那其實他們是可以 用合約來租的 所以我這邊其實 我是想跟 內政部的所有的同仁 來討論的 就是 如果說 我們不同的政黨 沒有辦法歸零 我們沒有辦法 來清潔 所有的 過去 不同的政黨 在不同的時期 取得的 不同的這個 這個 財產的話 其實尤其 對於原住民族的選舉 來說 非常的不公平 我們知道 在歷屆不同的選舉裡面 人民的選區 幾乎 我們都知道 是國民黨的天下 是鐵板一塊 在這邊的 國民黨 在原鄉的支持率 幾乎就是百分之七十以上 但是長久以來 我們透過不當的手段 從日據時代開始 包括大家剛才所看到的 我們從台唐順手接收了 這一些不當 傾奪原住民族的土地 取得的財產之後呢 成為中華民國的 中華民國的 又成為了 中國國民黨的 中國國民黨的 不斷地 在現在 包括在今年的 立委選舉 還不斷地 影響著 我們各式各樣 大大小小的 選舉的結果 對不同的政黨來說 這是一個不公平的遊戲 尤其對原住民族的選舉來說 這是非常反民主的 我們再回去看幾筆土地 我知道時間不多齁 我還是要來看 看到這一筆 苗栗南莊香 這是泰雅族的地區 行政院核定的原住民族的地區 我們看到 前緣所有權人是中華民國 但是登記的原因是什麼 叫做主托登記 有誰可以告訴我 什麼叫主托登記 今天是有同人來嗎 好 我現在還是 希望內政部 可以給我非常明確的 包括為什麼會有公所 可以贈予給中國國民黨 為什麼可以用主托登記的方式 取得人民的土地 現在成為中國國民黨的 所有這些資料呢 那麼稍後我們也會整理一個清單 希望內政部可以提供給本席 謝謝 是 謝謝 謝謝 主席 这个次长你好 我手上有一份是现在救国团的现行组织的说明 那资料更新